哇 最近因為家務事 佔盡台灣各大版面的劉子謙出現啦 日前因為劉家昌發文罵兒子劉子謙出生 都32歲卻沒有任何成就 讓前妻真正忍不住跳出來護航兒子 反痛劉家昌四肚打兒子種種的惡行 事件越演越烈 劉子謙12日客串戲劇演出 連資深主播沈春華都很關心 子謙這個跟大家講幾句話好不好 謝謝大家支持陳世情歌 OK 最近如何 最近很好 有一個特別要跟關心你的朋友講的 很高興謝謝大家支持陳世情歌 不死心的記者繼續追問 但劉子謙鐵了信挑針回應 No comment No comment 這些主人謝謝大家體諒 我這些就不多說了 雖然不願多講父親的事 但劉子謙的社交網站名稱 卻悄悄的把姓氏拿掉 這是一種切歌劉家的概念嗎 這樣簽的比較方便比較簡單 文我中文不好 所以過去這個劉性對你來講也是不方便嗎 字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簽字的時候比較不方便 那爸爸小時候有這樣教你寫這個劉文嗎 No comment 不多說了 好